美军突然放弃了对南部德拉地区反叛武装的支持,仅仅依靠约旦、沙特、以色列等出面支持当地叛军。 当时不少媒体分析指出美军认为南部反叛武装已经失去了支持的价值,因为南部叛军抵抗意志较弱,并且分属不同的武装难以聚合。 所以就算支持也难逃最后失败,还有说法称,美军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在南部抵抗助续政府军的进攻,虽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显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果然美军最近的行动证实了完结的猜测,法新社报道,是政府军在南部攻打反叛武装的斗争,取得重要胜利的时候,美军没有闲着,而是在带而从那地区,去利亚北部地区进行大量布局。 法新社报道,从6月底开始,美军就开始出动大量战机空中支援续利亚民主军,并且派出了特种兵地面指挥和支持,帮助这支前向美军的反叛武装在续北部和戴尔祖尔油田地区,大量战具地盘。 法媒透露,在美军空中支援和地面支持下,许利亚民主军在过去的72小时,先后拿下了25个村庄和12个据点,占据的土地面积达到了150平方公里。 伊朗消息报道,美军除了直接支持许利亚民主军夺取地盘之外,还在近期向该武装组织运输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坦克, 装甲车,火炮,火箭弹,摆机炮等重型武器。 伊朗媒体指出,美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市政府军主力攻打南部反叛武装的间隙,大力布局去北部和戴尔祖尔油田区域,因为这个区域才是美军最为看重的区域。 伊朗媒体指出,美军希望约戴、沙特、以色列出面前换市政府军攻下南部反叛武装的节奏。 也是为自己的布局允许更多时间。 根据法新社报道,区政府军一直在跟霍尔德地区的叙利亚民主军谈判,允许霍尔德自治。 但是他们控制的石油归叙利亚国家所有,霍尔德可以分享35%,但是这个方案遭遇了美军的坚决反对。 法新社指出,美国主要的目的,就是控制叙利亚石油,进而影响整个中东石油市场,绝对不会允许石油控制权,回归叙利亚政府军。 因为政府军听命于俄罗斯,俄罗斯卫星网分析指出,去政府军拿下南部反叛武装不成问题,但是后期如何解决戴尔足尔犹田,确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